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 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 这句话要跟大家分享 弟兄姐妹平安 感谢主在2008年的元月6号 那我受洗就归入主耶稣的名下 从此圣经的真理成为我生活的指引 那时间过得很快呢 在那个2008年元月6号过后 其实很快我遇到的就是 马上要亲民扫墓 那那个时候我曾经在受洗前 问过一位姐妹说 基督徒如果在扫墓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怎么做 那才能够好像让我们的家人觉得 我们也有一些的 一些的对我们祖先的这样子的一个敬意 那那个过程当中 他给了我一个建议 我也从那一年 也就是五年前 一直到现在 受洗五年多 每一年的扫墓呢 我都到我父亲的墓园这么做 那首先呢 我会先告诉我的妈妈说 妈妈 那从今年开始 那那个每一年的那个鲜花呢 请你不要准备 就是由我来买 那第一件事情 我跟我妈妈说的这个 是因为我们常常 妈妈给我们一个观念都是说 爸爸生前喜欢吃什么 那你们就是 按着你们自己想带什么 然后就带到墓园 然后大家呢 就放在那个墓碑前面 有一个小长桌 那我们就一边就是放着 然后一边一边拔草啊 一边聊天 然后之后就来拿点东西 好像很像很亲密的跟我爸爸 有这样子的一个互动 那从那一年开始呢 我就开始就是 第一个就是鲜花 我一定会自己预备 那第二个事情是 五年前的时候 我的女儿才小学一年级 我又觉得一个人 一个人做这件 到扫墓的时候呢 好像那个力量不是很足够 所以 其实我跟我爸爸的情感非常的好 那我也都常常 就是不管那个时候我在墓道 还是已经受洗成为基督徒 其实我常常想起我爸爸 那个爸爸的那种生活态度 还有精神 一直都放在我里面 那那个时候我就选择说 我应该把这样一个我很棒的爸爸 跟我的女儿分享 所以我就邀请我的女儿说 如果扫墓的时候 妈妈希望呢 你可以帮助妈妈 因为妈妈好像有一个人 有一点点害怕 那如果我们两个人 那耶稣会看见我们的力量更大 耶稣会陪伴我们在扫墓里面呢 有一个更好的行动 那这个部分呢 我就请我的女儿跟我一起 参与在扫墓当中 然后那个过程里 我也会祷告 然后求圣灵去引导我说 我如何有一个外险 就是让我的家人能够 看得见的行为 我的母亲 还有我的兄弟姐妹 可以看得见的一个行动 来感受到说 这个大姐家里的长女 我家排行的老大 成为一个基督徒后 他并不是站在一边 也不是就是 不知如何是好 就好像刚刚 巧琳牧师说了 可能是妥协啊 或者没有任何的行为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事先都有在心里面 在祷告 然后在做计划 对 然后我 可能那个时候 我非常在乎的是 我很怕我的家人 杀出说 杀出来说 那个信耶稣的 好像有很多的批评 我就是内心里面 有很多的希望说 我一定要封住 我弟兄姐妹的嘴 他们对我所信的耶稣 一定会很 很能够觉得说 哦 原来大姐信的耶稣 跟他们所想的不一样 但是我 我并没有用语言去说 我只是当 当下我用 我自己想好的那一个流程 然后去计划在 我扫墓的一个活动里面 那我的做法是 第一个在扫墓前 大概半个月左右 我就会开始祷告 然后呢 安静的晚上 我就会写一封信 那这个信的内容呢 我会每一年 因为每一年扫墓一次 那这个信的内容 我就会开始 回忆一下这一年里面 有家里面 什么样大厦小小的事 譬如说在民国 一百年的时候呢 我妈妈就多了三个孙子 那那个 我生了一个 我是莫名其妙到41岁 还在生一个 那个我也没有计划 感谢神 我就 我生了一个 我们家四个兄弟姐妹 那有三个人 同时在四个月内 我妈妈同时 就是当了三个孙子的妈妈 的阿嬷 那我就会到 我爸爸的墓园的时候 也记录进去说 那个我生了孩子 那我们取名叫什么 那哪个弟弟生了一个女儿 妹妹生了一个儿子 那我们缺女儿 缺女儿的缺儿子的 我们通通通就是都 照各个家庭所需 都有了 我想爸爸你也会很开心 那就是很生活里面 很没有饶舌的 很平常心的 就会跟我的父亲 在这个信里面去提到 那包括妈妈可能 我们今年有出国去 还是说他什么时间 好像脚比较不舒服 那我们带他看医生之类的 我们就会把这样的家常 通通都不要去限制自己 有压力的去写一封 很严肃的信 就用这个方式来表达说 我想对我父亲讲的话 那当然里面 我还是有很多的感谢 因为虽然我的父亲 在我21岁 他就离开我们 可是那里面很多不舍 跟过去他在 每一个陪伴我们的过程当中 给我的那些小小的安慰 小小的爱 小小的鼓励 好像都会在我的生命里面 在每一年的扫墓 我会再一次的把他这个精神 然后在墓园里面述说 那这个时候我感受到说 加入我们这个家庭的弟媳妇 他们也听见了 他可能就是说 没有见过面 未曾谋面的这个公公 那我就觉得在那里面 会让自己就是说 如果想落泪 我也会自然的就是 流下那个眼泪来 那这个是第一个程序 那我通常这个 第一个我会写一封信 然后我会预备一首诗歌 然后呢 再来就是扫墓当天 当天的话我们到 我爸爸是 我们自己有山 所以我爸爸是埋葬 到自己的山顶上 然后所以墓园 我们也是有一个 算有一个规模的一个目的 所以我们就需要拔草 那我们都 我都会跟我的女儿 跟着平常的方式 跟大家一起 爬在那个墓固丁馆 拔草 然后打点 那打点干净之后 家人首先就是 他们要上香 那上完香之后呢 大家就好像会觉得说 他们应该退到旁边 所以全部呢 都会坐在那个 那个墓园的前面 都会围一个 围一个可以坐的位置 大家就坐在那边 这个时候 我跟我的女儿 就会站前去 站到前面去 然后首先我就 就是会先鞠躬 然后开始把 我刚刚所说的这个 我一年内 所整理的这样子的 一些家里面 我想跟我爸爸分享的事 我就会把它念完 那之后呢 我会跪地 然后三次的跪 九个客头 那这样子的来感恩 我觉得我爸爸在我生命里面的 那一个我所要对他的追思跟纪念 然后记得这样的五年内 有一两年 其实是地面是湿 湿湿的 而且我们那个土 有时候毛骨的头 都会跑到那个 那个平平的这个地板上面 那那个地是湿的 还有一点泥铃 但是我都跟我 跟我女儿要出发前 我就跟 跟我的女儿打一声招呼说 今年地是湿的 但是妈妈还是会在往年 我们仍然会跪地 跟爸爸 跟阿公磕头 所以我们仍然不管 不管环境是怎样 我们仍然就是把自己摆上 去做这样的行李 那那个对我里面来讲 我会常有一个回馈的声音 在我里面说 那个我的阿爸父 主啊 我真的很感谢你 让我有这个勇敢 那我也很感谢你 就是说让我有这个行动力 愿意我的家人看见 他们的模式就是烧了香 然后往旁边 稍微就是说 桌上的东西 也当成早餐一边吃 那我们就开始进行这个仪式 先把信读完 然后唱了歌 之后呢 我就会拿出我预备的那个CD CD player 然后跟我预备的诗歌的这个纸 然后我就很微笑地问问说 有没有人要唱诗歌 然后就不管他们说要不要 我就发 然后我就发下去 那第一年的时候 真的只有我跟我孩子 两个人的声音 我们两个人 就是跟着那个CD player的声音 就唱歌 然后没有什么人加入 可是到了前两年 我们在扫墓时候 发这个诗歌的歌词的时候 我们的家人就有四成左右 就是愿意开口 然后唱这个诗歌 然后有一个就是这个现实 我们就觉得 有完成我们原来的一个 一个很想就是说 带动我们家人 在这个诗歌里去感受 那一份平安 跟那一份祝福 还有爱 对 然后我就真的知道 当我愿意用心的时候 神就会给我那个勇敢跟信心 去影响我的家人 那有时候我内在里面 也会有个意念 跟我的爸爸说 老爸 如果这个福音呢 爸爸我跟你说 这真的是一个带给人平安的信仰 我相信 如果你现在活着的时候 你也一定会很肯定 我想要把这个福音 传给家人的意念 然后呢 圣灵也会让我感受到说 孩子 你在爱里面不需要惧怕 为神的缘故 你要赢上就对 其实那个 我常常会有在里面的 里面的一个内里里面 那个对话 成为我一个很大的帮助 然后我就持续这五年都没有间断 包括今年 我刚好昨天晚上 再写一下这个预备的时候 我也想到说 我今年大概写些什么 我觉得圣灵就引导我说 对啊 你的女儿哦 五年前一年级 你今年是要读国中了 你要跟你的老爸说啊 他要读国一了 还有另外一个挑战 那我的孩子 爸爸常常给他很多 希望他可以有上台的一个 一个这样的磨练 所以他那个六年级的 小学的那个国语演讲比赛 台语演讲比赛 他都报名 那国语演讲比赛呢 就是三月一号比赛 所以二二八休息一天 我女儿跟我说 啊 上帝祝福我 我们还有一天好好练习 但那个是妈妈 我帮她操练的 她就国语演讲比赛 就得了一个第五名 那上个礼拜五 上个礼拜五就是前几天 我们在看那个 中华队跟日本队 看得到也很哦 结果我女儿就跟我讲说 妈妈 我的台语演讲比赛 也公布了哦 我台语演讲比赛得到第一名 啊 我们就觉得说 哎 这个事情 我们也很值得跟你阿公说啊 我就想要说 哎 圣灵就提醒我 把生活当中的事情抓来 可以跟我的这个父亲分享 所以我想说 在这里我也愿神给您一个启示 让我们在魏信主的家人面前 我们用行动呢 去让他们明了 我们对祖先的爱跟敬重 我们在这里也有一个启示